它當初就是一個毛培屋 所以我當下看到 我就有一種感覺就是太棒了 但是一方面也會很困擾 因為這個東西就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它就是一個從無到有的設計 跟客戶來到現場的時候 我第一個動作我就去開了一個窗戶 因為它有一大片的窗戶 採光很棒 結果一開窗戶的時候就發現一個 哇 我沒有想到的事情 不曉得剛剛有沒有發現 我一開窗的時候 有聽到車水馬龍的聲音還有風聲 這就是我屋主遇到最大的問題 它開窗也不是 不開窗也不是 那怎麼辦呢 秘密武器就在這邊 光線不足其實我們可以透過燈光來設定 溫度的問題我們可以通過空調 但是新鮮空氣我們就要交給新風系統 不管你買的是什麼價值的房子 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有呼吸新鮮空氣的權利才對 所以透過我們的專業設計 所以透過我們的專業設計 把新風系統整個融入在我們設計裡面 克服了這次最大的難題 讓我的客戶不用開窗 他也可以呼吸到新鮮空氣的 當初客戶有提出對空間一個需求就是 他需要有四個房間 但是會有一個隱藏在背後的問題就是說 當四個房間創造出來的時候 他勢必會有一個狹長的走道的問題 所以這個時候就很重要 我們要怎麼樣讓這個走道看起來 第一不狹長 第二你甚至視覺上 你沒有感覺到它的存在 這就是用我們的設計手法去破解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在書房的部分 我們採用了透明隔間 然後來降低走道的距離 我們希望串聯這個空間的連結感 不管是餐廳 客廳也好 它的視線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藏了一個亮點 我們用了一個木蘭迪虹的設計 這個展示櫃一方面可以兼做 它放一些書籍 還有未來一些收藏品 然後旁邊就是一個書房 客餐廳永遠都是我們住宅裡面 最大範圍的地方 那當然客戶他其實有明確跟我們說 他朋友滿多的 所以他會有宴客的需要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得大器 而且現代 我們最後大方向 我們採用的保板磁磚 為什麼用保板磁磚呢 我其實是比較希望是用環保這種建材的 那大理石材其實在於 過去CP值其實不高 而且它比較厚重 它加工也比較不方便 再來它的預算也會拉得比較高 所以基於這種種考量 我這次建議客戶用保板石材來做整體的呈現 這種建材它不只可以展現大器 我們在整個線條分割的比例上面 其實我們都有很慎重的去拿捏 不管是電視牆的材質 還有包含地磚 地磚我們不再是像一般建商鋪的 就一塊一塊一塊 其實我們用長條形的去做一個線條的比例分割 這一再一再都希望讓這個空間感 因為這些線條的設計而變得更不一樣 這邊有大面的採光 不過我們後來也意外發現 其實這間坐像會有西塞的問題 西塞那代表你整個下午夏天的時候 那是非常的悶熱的 所以我們在窗簾的設定上面 我們就採用了風情簾 風情簾的中間那個風潮簾的設定 就是會有一個阻隔空氣層的部分 所以也就是說間接不要讓 直接溫度直接進到室內來 所以可以達到節能這件事情 還有就是在浴室 我們特別在浴室這種濕氣比較高的 反而採用了龜藻圖的設計 那龜藻圖呢 你知道這種調節濕氣的機能型的建材 是適用於在這種場合裡面 在我的設計概念來說 所有的建材沒有所謂的貴不貴 好不好 我覺得只有適不適合而已 如果適合的建材放在對的地方 我覺得它就是最棒的設計 我們主臥房的設計 你會發現它就整個朝向精品風 不管是線條也好 還願意發現在床頭 我們做了一個弧形的設計 那個弧形的設計 你知道嗎 當你很累的時候 感覺好像它就在呼喚你說 快快我來給你一個大大的擁抱那種感覺 所以客戶很喜歡那個圓弧設計 因為看起來它多了一份柔和感 應該說柔和感 所以整個氛圍還有線條的設計裡面的主題打造 客戶都很滿意 每次從無到有 或是從最前面走到最後面的時候 你知道嗎 那就是會有一種感動就是 好像我做這個職業跟走這一行就是 可以帶給客戶他們很滿意的那個表情 然後每次看到那個表情我就會覺得 對好棒喔 我好像又做了一件好事這樣子 而且運用我的專業 然後而且可以把所有東西美美的呈現 然後每次到了最後我都會覺得 哇那種感動就會從心裡面遊覽而生 這個感覺很難敘述耶 我只能說我很慶幸我有走這一行 這十年我學到一件事就是 不要只站在自己的立場上 有時候我們設計師會把自己放得很大 我們會用經驗來跟客戶說 不行沒有人這樣做 或者是說這樣做會不好 我反而會反問他一句說 可不可以告訴我為什麼你會這樣想 我們如果探討出真正的原因的時候 也許可以用別的設計說法 來幫他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是我自己很大的一個感觸就是 反問為什麼你會得到更不一樣的原因 也許他是有方法可以解決的 每個家其實都會有一個故事坦白說 但是這些故事的原創者是屋主本身 那我的角色負責把它重新的編劇把它串聯 最後呢我就是一個導演把它派出來呈現 然後客戶就會很滿意 我的家變成這樣 那就是我的故事 那就是我的家